明年1月起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就要开放进口台湾 农业会主委陈其中今天上午出席的盛用抗生素的推广记者会 强调台湾原本使用的36种抗生素现在只剩下9种了 也希望未来可以完全禁用 不过提到萊猪进口 陈其中则说在安全容许值里头就代表没有食安的问题 也强调会加强标示 让消费者可以清楚食品内容在购买 推广健康用药农委会主委陈其中 一早与卫福部台大医院联手召开警线 使用抗生素的宣导活动 每年因为喝巴拉瓜而死亡 救护的人数超过两三百个 所有的专业的讨论 觉得这个剧毒的农药本来就该退场 所以我们后来还是顺利的让整个巴拉瓜退场 强调原先全台使用的三十六种抗生素 经过筛选控管 目前还在使用的只剩下九种 也说到会与卫福部讨论 预期可以将抗生素完全禁用 不过明年还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即将开放进口 对于所推行的禁用抗生素 似乎被盗而迟 前几中则是这么回应 提到在国际上有一百零一个国家 针对莱克多巴胺猪肉开放进口 也点名CPTPP会员国都有进口美猪 且尚未有食安问题传出 不过陈吉仲也提到对于高危群众 还是要留心实用 承诺会加强标示 让消费者可以有更清楚的选择 华视新闻万事安李红杰 台北采访报导